阿嬤還好嗎 小朋友有沒有哭 不斷向消防隊員鞠躬道謝 29號一早 這隊竹孫在基隆塔電梯內 收坑將近半小時 不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電梯頻頻發生卡頓狀況 工作人員也很無奈 但沒想到這次卻直接將人困在裡面 就連求救電話的話筒也無法向外溝通 中控根本不清楚狀況 講他聽得到 但是他講什麼我聽得到 所以這個電話要再進去 從施工期間至今 已經超過六七以上的一個故障的一個事故 文化局未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會緊急召開工程 以及工建築師以及專業機師等等 相關單位針對此方案進行後續的一個研議 即便是平日 還是有不少人來基隆塔欣賞美景 不過電梯出狀況 市府恐怕還得盡快改善 避免再有旅客上演電梯驚魂 華視新聞站用前紅站錄 唯一華 基隆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